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文化里 你不必一生只跟一个伴侣生活在一起 一切都变了 我的意思是伴侣也有保质期 你确定恋爱关系的时候 觉得你们要永远在一起 但是不到三个月你就会想 我怎么会跟这种人在一起 因为这一切都随着你的好恶在变化 因此这段感情也是时好时坏 起伏不定 当关系破裂不能再维持的时候 你会经历巨大的痛苦 而这些你完全不必去经历 如果你恋爱失恋太频繁 如果你和太多人玩感情游戏 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变得麻木 你不再喜欢任何人 因为有一种东西叫做Runanabandha 在印度传统中 身体层面的亲密叫Runanabandha Runanabandha指的是物质身体的记忆 Runanabandha是业力的一个面向 是业力内容结构的一种 之所以出现Runanabandha 是因为人与人之间 见面与交往的量达到了一定程度 只要人与人之间 见面和交往到了一定的量 就会出现Runanabandha 尤其是当两个人的身体 接触到一起 Runanabandha就会深刻得多 它是在身体中的一种记录 身体在记录着发生的一切 如果你的身体 与另一个人的身体关系亲密 它就会记录下 那个身体特有的能量 现在因为身体有记忆 如果你有多个伴侣 你的身体就会在一段时间之内 慢慢地感到混乱 这种混乱会以无数种不同的方式 在你生命中表现出来 你的头脑混乱 但是你带着这种混乱 还是在生活着 如果身体变得混乱 你的麻烦就大了 在很多方面 你现在正在经历的焦虑 缺乏安全感 沮丧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你的身体 对其他身体的记忆很混乱 一段时间之后 你毫无应有的就变得疯狂 人毫无应有的发疯 只是因为身体本身变得混乱了 多重亲密关系 是让身体混乱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原因 是你所吃的食物 一旦变得富裕一点 人们就觉得在一餐之中 就吃到所有东西 在印度 遵循传统的人 从来不会在一餐中 吃超过两种到三种食物 并且这三种食物 通常都是能搭配在一起吃的 人们非常了解身体 所以在家里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 烹饪哪种特定的蔬菜 他们只会做一种特定的咖喱 他们做一种蔬菜 就绝不会做另一种蔬菜 因为根据传统 他们明白 如果把两者放在一起 身体就会变得困惑 小时候 父母都会这样教导我们 如果去市场 我们要知道 应该怎样挑选蔬菜 这样的日子 已经去不返了 但是我小时候 父母都这样教导我 我们去市场的时候 他们会告诉我 如果你买这种蔬菜 你就不能买那种 因为这两种蔬菜 不能在两天内一起吃 如果你吃了这种 就不可以吃那种 因为身体会感到混乱 一旦身体变得混乱 你就会在很多方面都出问题 这种对身体的理解 曾经人人都知道 我所见证的是 如果你吃丰盛的晚餐 一定会很疯狂 最近我参加了一次活动 有人在活动上 骄傲地宣布说 他们为这次活动 准备了270种不同的食物 参加活动的人 把每种食物都取了一点来吃 这样进食 会让身体感到混乱 因此这两大原因 不当的进食 和不加区别的 与其他人建立身体的亲密关系 会在身体层面造成混乱 在一段时间内 给你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是我犯罪了吗 这是对我的惩罚吗 倒是没有那么严重 每一个行动都会带来结果 这不是道德现实 只是一种存在过程 如果你用你的头脑 去做某些事 就会有相应的结果产生 如果你用你的身体 去做某些事 也会有相应的结果产生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了解的事情 生活就是以某种方式 围绕这些事实构建起来的 现在我们想以自由的名义 摧毁一切 所以我们要承受结果 也许几百年之后 我们会意识到 这不是我们生活的方式